《有淺圖》 2015年7月20日 Money Monday P24P25 李順威標普500正空倉增加在7月12日 試點我指美國市場氣氛迫近極端水平,通常者是反彈的前兆 之後美股連星掃天以下介紹五個氣氛指標,期指盤路 截至7月10日一週,反映對基金傾向的非商業倉期貨未平倉合約 顯示標普500正空倉增加4216張至27,026張 標普500正空倉已升至2012年中水平,期指盤路是一個相反指標 波幅指數反映股市見底短線波幅指數和3月波幅指數比率超過1 反映買入短期市場保險的人遠多於中期保險 在12月和1月低位時出現過相同訊號 那正是股市低位牛紅人氣指數反映股市超賣散戶 牛紅人氣比率雖由低位稍升,但仍低於1 人氣指標在2.5以上是危險的超賣水平,貼近1或在1以下是超賣水平 美股強弱結構指數處低位美股強弱結構也到達以往低位反彈的水平 美領先指標未上升美信貸市場仍然穩定 我的領先指標並沒有升上高位,當指標回降至低位時 多時指數踏入升市的前夕生科股創歷史新高標普500 由7月9日至14日連升四天,我最喜歡的生科股在7月14日 再造歷史新高中國六成股票戶口0 因此指數反彈,剛愁在於紅色下降趨勢線4019點 下支磁毅時3734、3507、3198 和尾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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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